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好 2022年是习近平主席领袖外交关键的一年 那么这一年国内国际上都发生了很多大事 特别是在这个领袖外交 我们可以看到从习近平主席中亚之行 那么中亚之行大家都知道就是稳定中亚地区 稳定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局面 这是中亚之行 同时也是为了与中亚这些国家探讨乌克兰危机 怎么我们达成一致的步调 从中亚之行,从哈萨克斯坦总统 包括其他一些乌兹北克斯坦总统 他们的一些高规格的接待接机 包括送行 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所到之处 所受到的一个欢迎程度 那觉得是世界领袖 可以这样说 毫不厉害说他就是一个世界领袖 该享有的一个地位 那么再到G20的这个 印度尼西亚巴尼岛的这个G20这个峰会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当地人民的对习主席的一个欢迎 以及拜登总统他以小跑步的形式来见我们的习主席 这明显的可以看出美国有求于中国 当然还有包括其他一些很多国家的元首啊 总理啊 他们都是排队来见我们的习主席 这是G20 还有APIC会议 也是领袖外交开展的一个关键的一战 那么APIC会议也是很多总理 亲自到我们习近平主席下榻的酒店 亲自与我们的习近平主席来进行一个会面 可以说想见习主席 想跟习主席说上一两句话 那都是 那个时间都是非常太宝贵了 那么这次习近平主席又出访沙特 就更加奠定了他作为世界领袖 世界领袖这样一个地位 那么他这次出访沙特会 我们可以预料会签订很多重要的战略合作协议 以及多边的单边的双边的 以及各个方面的一个经济合作协议 备忘率框架 这些都是会签订的 那么可以看到整个中东之行呢 也就是稳定我们中国的一个能源的一个供应 包括是否会采取一部分的这个石油 以人民币的形式来进行来购买 那这个我当我相信他们也会来进行来商量 具体多少份额 应该会等到这个会后发布成果的时候来进行公布 这里我就不进行预测 那么从2022年我们可以整个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就是我们的领袖外交是非常忙碌的 而且成果受过累累啊 习主席所到之处都是所受的欢迎 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是独一份的 当然这个都是 如果说你这个国家在国际上 国际关系处理的不好 或者是到处煽风点火 我想所谓的像那样的国家 是不会受到当地政府或人民的一个热情的一个欢迎的 所以说2022年 我的断定就是习近平主席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一个世界领袖 这样的一个地位 今天这集这集视频呢 就是我想主要表达一个观点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